地震發生一刻 地面猛烈地搖晃 沒多久整棟樓塌下來 台灣花年星期三發生7.2級地震 這棟樓高9層的天王星大樓 在地震之後嚴重傾斜 這裏亦都成為33歲姓康的女老師生命結束的地方 康小姐是天王星大樓的住戶 據了解她在強震發生之後 已經離開了棟樓 但是十幾分鐘之後 閉路電視又拍到她在側門走進去 據聞是要救回她的寵物貓 誰知就在短短幾十秒之後 棟樓再度坍塌 康小姐之後就失去聯絡 救援人員最終發現她卡在水泥糧處下 她當時已經沒有反應 之後證實不治 康小姐是花年一間高中的老師 主要負責學生的心理輔導和諮商 後來師生對於她意外離世深感不捨 截至星期三晚上10點 這次地震一共造成9人死亡 和過千人受傷 而在地震發生的第二天 依然餘震不斷 台灣氣象處地震中心說 未來三至四日 或者會有規模6.5以上 去到七級的餘震